你會不會覺得在家自己做酸種麵包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Hi 我是Coach Tim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 一個第一次做酸種麵包的初學者 也可以做出不錯的麵包 之前有機會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店裡酸種麵包的做法 一步一步的詳細跟大家說明 那也許你想說這個麵包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口味上面的變化 是的沒有錯非常容易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說那如果想要嘗試一些不同口味的酸種麵包 要怎麼樣做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因為很多步驟是重複的 所以我就不一一的完全的 從頭到尾去 錄製一次 因為基本上它只有中間一個步驟 需要做一些調整而已 所以 你只要 依照之前的那個影片的做法 然後中間做一些些調整就可以了 之前的做法是要先把 水跟菌種 混在一起 那 它溶解之後 有稍微幾分鐘發展之後 再把麵粉加進去 然後 讓它有差不多30分鐘左右的 這個 活化 讓它的菌種可以複製 生存力更強 然後之後我們再把鹽加進去 好所以今天唯一不同的是 加鹽的那一個步驟 我們會把其他的料 也加進去 那我們今天要製作的是 無花果的 無花果跟 無花果跟 核桃的 這個變化 無花果跟核桃其實是蠻好的搭配 那這個無花果呢 我是已經先稍微處理過 我昨天 因為家裡剛好有一些 威士忌 剩下來的 因為我太太喜歡 用那個威士忌來做 自己的生童的 這個烤肉醬 BBQ sauce 那有一些剩下來 所以我就拿來 釀這個 釀無花果 那通常我們可能是會用那個蘭姆酒啦 但是我想說有 一些變化 所以我就拿那個威士忌 然後再來就是 核桃 那核桃我是稍微去 給它烤過 稍微烘烤一下 那它比較脆比較香 那加進去的時候 也會比較好吃 那所以唯一的 不同的步驟就是要把這兩個東西 在放 鹽水的時候 同時加進去 然後把它混均勻 那我今天做這個是兩份 而且 我也剛好在教我女兒 做 我大女兒做 酸種麵包 她從來沒有做過 所以這整個步驟基本上都是她完成的 有時候我們在做麵包的時候會覺得說 這個我做的方法是不是 不那麼 精準啊 是不是會做的不好看啊 在家裡沒有那麼專業的東西 其實沒有關係 我覺得 我們 做麵包就是一種興趣 也是 讓自己可以 參與在我們所吃的食物當中 所以 今天是 會由她來 做這些步驟 好所以這些都已經是 秤好的東西 所以她只是加進去而已 好 那 我們在 做這個步驟 記得 如果你首先 沾一些水 它就比較 不容易沾黏 好 在這個過程當中覺得這個東西這麼多 料這麼多怎麼辦呢 你就盡量把它包在裡面 包進去然後把它捏勻 然後又有那個鹽水也是 所以鹽水也是盡量就可以把它弄勻就可以了 然後也不用太在意說它是不是整個都被包在裡面 因為待會我們剩下的步驟每一次去翻轉的時候 它還會繼續被翻進去 我們手有沾水之後其實就沒那麼黏 然後就把它折進去折進去就可以了 對,你可以試一下幾次 對,很好 對,很好 好,那就放進去了 然後也差不多是蠻均勻的 然後就繼續把它蓋起來讓它再等30分鐘 然後我們就會重複這個步驟 像另外一個影片一樣 然後最後面就烘烤 所以那就看烘烤出來的樣子怎麼樣了 那這一次的成品如何呢 其實你看我們不是說每一次做的都非常非常的完美 但是其實也不是那麼困難 我女兒第一次做 它在摺疊啦 在用刀畫這個表面啦 其實都是蠻不容易的一些步驟 手法等等 可是它做的其實也都非常好 它切出來的形狀啦等等的其實都沒什麼問題 那重點是這個發酵過程 我們每次比較會去注意的其實是這整個發酵的過程 它麵是不是有發的足夠菌的強度 它的這個菌種本身的品質 是不是能夠完整的去讓這個麵能夠發得起來 其實這比較是重點 那我們就切開看看裡面的結構如何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這個麵其實發得非常好 裡面的料也很均勻 雖然在摺疊的手法 在畫刀的手法 它是生酥的 它第一次做酸種麵包可以做到這樣 其實是非常好 我們在掌握整個發酵階段的時間 也都OK 所以這個就是很簡單的一個方式 讓你可以把這個基本的鄉村酸種麵包 加一些料之後 有一些變化 最重要的還是要吃吃看 下一個 下一個用吧 就不吃看 然後再加一種蒸 然後再加一種蒸 然後再加一顆 就是有一個蒸泡